打开我们的CQCRT这个软件过后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任何东西 它会弹出一个新件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地方有一个new 然后我们new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告诉我们有一个向导 然后让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步骤 就可以配置一个客户端了 那么客户端中 因为CQCRT这个软件实际上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极大成者 就是说相当于它把我们很多远程登录的协议 都给它封装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选哪个协议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协议标准的 几乎都是这个第二代协议 因为第一代协议有那么一个bug 据说已经可以把密码可以破解出来 所以说它采用的是第二代协议 好那么我们选择第二代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下面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知道用这个协议去连 那但是连谁呢 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 那我们的主机和服务器 你首先来说是不是大家要互相认识才行 也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这根线 里面走的是这个SH 这样一个协议 但是我们这样想两者之间互联 是不是要知道你是谁和我是谁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才能联 对不对 那很显然我是谁我不存在 这个好吧 关键是你是谁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知道 服务器的一个什么主机名 这个主机名其实就是我们在以前可能听过的一个什么IP地址 就你只要知道它的IP地址就可以 那怎么去查询这个IP地址呢 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应该去查询我们这个服务器 我也说这个Linus系统的什么IP信息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在这个因为这个虚拟机大家注意啊 这个虚拟机是不是在我们在进行安装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选项 要我们配置网卡信息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再回忆一下 之前呢 我们还不要忘记啊 在我们这个虚拟机打开过后呢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网络适配器选项 对不对 在网络适配器选项中呢 我们当时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要采用的是NAT连接 对不对 那么NAT什么意思呢 NAT原来说我们是相当于假的去连了一个什么路由器里头 对不对 一个假的路由器啊 就是机器 虚拟机之间那个路由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怎么去查看我们的这个IP地址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个命令叫ifconfig啊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大家把它记住 好 ifconfig过后呢 那这地方以后我们在学完过后呢 会介绍每一行代表什么意思都会有啊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只需要记住 我们的eth0 就是我们这台机器的什么可用网卡 第一个网卡 而这个网卡中呢 关键是这个部分啊 关键是这个部分 就是init 也叫internet的address 这个单词的意思 然后 那么它呢 就是220.130 所以说通过这个 这几位啊 其实就是描述这个人的什么 这个机器的身份证啊 那么220是谁呢 有人说很奇怪 怎么会出现220这个东西呢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呢 不要着急啊 在我们之前看的安装完虚拟机过后 我们是不是说过 在技术 在我们的windows下的网络连接里头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专门的我们的vmnet8 那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网卡 适配器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啊 你看之前我们说了 这个vmnet8是我们安装完那个虚拟机软件过后 会自动创建的一个网卡 对不对 那我们看它的属性啊 这个属性中啊 我们关键去看这个这条属性啊 就IPv4啊 就是我们这个vmnet8的IP地址 是什么信息啊 点下属性 你现在就会发现 哎 哎 也是什么220 对不对 也说跟220.1啊 也说这个windows的身份证 是什么220.1 对不对 对这个网卡来说啊 那而对我们这个网卡来说 它是不是220.130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之前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图啊 我们说我们的虚拟机是这样安装 这是我们真正的物理机器啊 这个方格 然后呢 这台机器实际上就是我们虚拟机对不对 虚拟机中呢 是配置了一个网卡对不对 这个网卡如果说我们配置成NAT 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地方有根线连到了一台什么 假的路由器里头啊 这个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 那么但是VMNAT 8也是个网卡啊 它我们可以认为也是一个假网卡啊 这个假网卡是给谁用的 给windows用的 而windows中 它说也配成了什么220.1 而我们这个网卡是不是220.130 对不对 很显然 你的这个1.1和220实际上是不是在同一个局网 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人之间要想访问 是不是要通过这个220这个网段就可以访问到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在同一个同一个组里头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VMNAT 8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虚拟机给windows提供的一套什么 一个假的网卡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这个VMNAT 8 所以说这样来看 我们现在用windows跟liners之间访问 其实是不是全是靠这个网卡来做的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网卡你把它紧掉了 紧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这两个人的链接什么 是过不去的 是过不去的 好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先注意 它的网络模型 那么在以后我们再搭建具体开发板环境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我们至少能够清楚我们到底是该为什么怎么搭建 所以这个模型先要理解到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这个时候这个主机又填谁了 是不是应该填192.168.220.130了 对不对 就是这是我们那台机器的主机 那我是谁呢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咱们要想一个客户端 一个服务器 对不对 要想连接 是不是我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然后我是谁 这样是不是大家就可以互相了解了 对不对 那很想念 那我是谁呢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我的这个IP 是不是我们上外网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局域网是什么一网端 是不是 就不是了 而是不是220.1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在一个那个那个假的路由器里头 一个局域网里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我们先要明确这个道理啊 好 然后这个用户名 你可以填root啊 但是如果说大家使用的是那个14.04这个高版本啊 他的那个sh服务呢 因为现在已经做了一定的那个安全优化 他不允许root登录啊 他只允许普通用户登录 那你这时候就跟那个rocky就可以啊 跟你的用户名就可以 我因为是10.04呢 应该说他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的版本比较老 所以我们跟root可以啊 好 就是用root来登录 好 点击下一步 好 这时候就没有没有问题了 他这个呢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我给人看的 就给你看的 这个地方叫他名字 一般来说 同名就可以啊 或者你是写个什么ABC都可以 然后点击完成 好 然后这个名字 我们点击什么 connect connect过后 如果说你运气很好 或者这个主机是拼通的啊 他会马上弹出一个框 马上弹出一个框 他就问我们是不是要 那个进行所谓的加密运算啊 等等这些 肯定是接受啊 接受并保存一下 他的那个密钥 那么因为我们在连接他的时候呢 肯定要设计到一个密码 看没有 是不是要设计一个用户名和密码的问题 对 我们把保存一下就行了啊 好 点击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 其实就已经可以什么 登录进去 而且甚至来说 你看敲 CD 然后IF Config 是不是都可以 就是说这个界面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后开发中呢 你经常会发现就像你这个虚拟机并不是安装在你本地啊 可能是安装在其他地方啊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IP地址就可以访问到他啊 然后就只需要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户端 跟服务器环境搭建过后 我们就可以远程登陆他了啊 当然这个软件呢 在使用中你可以在那个多去试验一下都可以啊 我们这呢提一下 他第一个主要 第一个选项主要在这儿啊 绘画绘画选项中 第一个是字体 你可以把这个字体变一下啊 比如说 呃 变成那个 我们编程中的用的一些字体 让字体稍微变大一点都可以啊 变大一点 然后呢 我们的字体编码你可以变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比较通用的UTF-8啊 因为如果你要想把Linux中的那个中文显示出来 我们可能就需要采用那个UTF-8来编啊 然后使用UTF-8的时候呢 还需要把这个编 这个这个终端啊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终端是黑色的啊 黑色和白色的不太好看啊 所以我们要想看更丰富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这个X-term 选择这个过后呢 我们系统中就可能会有些颜色的改变啊 这样的话呢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直观一点 然后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如果说你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定义的一些颜色机 你自定义在哪呢 自定义在这儿啊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我这儿呢 有一个有个颜色就是My Color 是我自己设的啊 这个设非常简单 你编辑一下你的背景色呀 你的什么那个那个背景和前景啊 这样这样一个颜色就可以 背景呢 你就用那个网上什么保护眼睛那个色就可以了 对吧 点OK 好 然后我们点击OK看一下啊 好 然后呢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LS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颜色就跟这个黑白不太一样了 你看是吧 哎 就有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啊 这样大家可能看起来就比较直观一点啊 比较直观一点 LS啊 所以这个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CQCRT这款软件的一个什么 简单使用啊 通过CQCRT的客户端和我们服务端的一个配置 这个服务就搭建起来了啊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远程登陆服务的概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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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